第3623章 施展轮回术 柳无邪无法操控四肢 却能清晰地感受到混沌战斧术的细节变化 原来如此 难怪我之前每次施展的时候 都会抽空我体内的玉神器 当玉神器游走周深的时候 柳无邪察觉到跟以前略有不同 这样施展不仅能节省玉神器 还能让混沌战斧术的威力更胜一筹 介玉通道虽然裂开一道缝隙 如果不能将其彻底摧毁 这些裂缝很快又能自行愈合 诗一道洪荒抚印 从破日渐深处喷涌而出 得到神秘抚印的加持 让混沌战斧术的威力 再次提升一个等级 斩下的那一刻 介玉通道中宛如地震了一般 无数天地碎片 从四面八方袭来 欲要将柳无邪挤压至死 哼柳无邪冷哼一声 这并非柳无邪发出 而是第四元神 无匹的抚印 宛如开天辟地 撕开了黑暗束缚 让漆黑的介玉通道 瞬间亮如白昼 那种毁天灭地的气势 让柳无邪整个人争在原地 这是我的力量吗 感受周围天地的变化 柳无邪眼眸中 充满着震撼 这一件 堪比神亡了 换作是我自己 恐怕很难施展出来 这点自知之明柳无邪还是有的 第四元神 拥有鬼神莫测的能力 才能将混沌战斧术的威力 彻底激发出来 换作自己 能施展出来三成威力就不错了 轰 剑刚展在了介玉通道上 顿时间 碎片四溢 经步无比的介玉通道 裂开一座巨大的口子 无精的幽暗之风 从四面八方袭来 介玉通道外面 是无精的虚无界 跌落其中 永远找不到回来的路 当年柳无邪跌落虚无界 是韩非子为他找到回家的路 后来再次进入虚无界 遇到了龙渊雄的老祖 也是那时候 收服了时空之眼 成功返回仙界 咔嚓咔嚓 虚无界法则涌入进来后 介玉通道瞬间化为虚无 宛如崩裂的镜子 一发不可收拾 回去 柳无邪发现 又能操控自己的身体了 一个泵射 撕开空间 朝下三玉赶去 再不离开 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 介玉通道崩裂的速度越来越快 就如同导火索一般 柳无邪只要将其点燃 肯定会燃烧到精头 刚才站立的地方 早已化为虚无 介玉通道精头 百万亿族大军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好 介玉通道崩裂了 我们快退 领头的异族察觉到不对劲 命令大军立即撤退 返回异域 如此庞大的规模 命令从前面传达到队伍后方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等命令传达到的时候 介玉通道坍塌的速度更快了 啊啊啊 没有介玉通道支撑 那些异族的身体承受不住空间挤压 化为一团血水 请客间的功夫超过几十万亿族大军死去 一些实力较强的亿族强者 虽没死去 却跌落到虚无界中 一样是死路一条 亿族大军死亡越来越严重 就在介玉通道彻底崩塌的那一刻 一只金色大手横穿苍穹 大手一抓 将剩余那些亿族抓在掌心 从介玉通道中将他们救出来 柳无协如果在这里 一定认识这只大手 正是大雷英海追杀他的那尊亿族神皇 百万亿族大军 只有二十几万活下来 其他大军全部死去 一个时辰后 两玉形成的介玉通道 彻底消失 以后亿族再想抵达下三玉 就没那么容易了 柳无协撕开空间 顺利返回下三玉 第一时间与都添化他们会合 开启轮回之门 实力不够 贸然开启轮回之门 容易伤及自身 以他现在的能力 只能在下三玉开启 到了中三玉要是开启轮回之门 必定遭到反噬 除非他能突破到神王境 轰隆 一座巨型轮回之门从天而降 几乎覆盖了半个下三玉 活下来的那些修士 纷纷看向柳无协 他们不清楚柳无协要做什么 只有天道会成员 他们面无表情 仙界的时候 天子联盟对天道会发起了进攻 死伤无数 是柳无协凭借轮回之门 将那些死去的人复活过来 柳无协也没想到 他如今召唤出来的轮回之门 竟如此恐怖 轮回之门深处 一条沉雾的古老通道 呈现在是人面前 好多的人影 站在苍穹上的那些强者 目光眺望轮回之门中那古老的通道 斩查之后 第一个人影 从通道中走出来 茫然地看着四周 是玲珑树院院长 之前他站死沙场 被一族强者诛杀 怎么又活过来了 第一个走出来的 正是玲珑树院院长 管辖玲珑树院这么多年 见多事广 但今日发生的事情 让他一时半刻不知所措 站在玲珑树院院长身后的老者 戏度不凡 同样是下三玉鼎鼎大名的强者 老许 这就是黄泉路吗 站在玲珑树院院长身后的老者 乃无心剑派宗主 他们身先士族 抗衡一族 也是最先战死的那批修士 越来越多的强者 从轮回通道中走出来 他们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通道的尽头 院长 见到院长回归 玲珑树院那些残存的长老还有弟子 纷纷上前 迎接院长回归 你们也站死了 望着面前这些玲珑树院天骄 玲珑树院院长一脸痛心疾首 院长 柳无邪施展大神通 又将你们复活了 你们没有死 玲珑树院那些弟子还有长老 将最近几个时辰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时到初 柳无邪回来了 玲珑树院院长 还有无心剑派宗主一脸不可思议之色 柳无邪先借施展轮回之门的时候 下三玉各大宗门均有耳闻 只是没想到 近日能用在他们身上 更没有想到最后拯救下三玉的居然会是柳无邪 遥想当年各大宗门对柳无邪均有一些敌意 主要是柳无邪崛起太快了 中三玉使者下来的时候 柳无邪又凭借一己之力 抢到了大量名额 让其他宗门几乎没什么收获 越来越多的高手上前 迎接他们的族人 宗门弟子 宗门高层回归 柳无邪之名 在这一刻 再度想撤下三玉 嗖嗖嗖 那些复活的高手 纷纷掠到柳无邪面前 单膝跪地 得姓柳兄弟 下三玉才免遭遗难 我替天下修事感谢你 玲珑树院院长老类纵横 没有柳无邪 如今下三玉 恐怕早已落入一族之手 人族就算活下来 以后只能被一族奴役 前辈请洗 柳无邪连忙上前 将他们扶起来 柳兄弟 这次多亏了你 才击亏了一族 是你拯救了下三玉 从今日开始 天离公为你马首是瞻 天离公公主走出来 义正言辞地说道 其他宗门高层纷纷表态 从此以后 追随柳无邪 复活持续了一天时间 下三玉死去了几千万人 回来的那一刻 天下震动 下三玉山河需要恢复 接下来的事情 就要劳烦各位了 复活完最后一人 柳无邪朝众人抱拳 这次下三玉受损太严重了 需要倾经天下之力 才能恢复山河 柳无邪初略算了一下 一个月时间 足够将下三玉重新打造出来 各大宗门强者 陆陆续续离开 按照柳无邪的要求 修复下三玉 柳无邪在无数人勇促之下 回到天神殿 此刻大殿中 早已人满为患 连大殿外面 连绵站着几万人 无邪 你这次回来 能待多久 柳大山作为柳无邪的父亲 坐在柳无邪身边 代表其他人 朝儿子问道 一个月 柳无邪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小师弟 说说你这次回来都要做什么 我们会全力配合 都天话这时候开口道 钟三玉那边 我暂时站稳脚跟 需要带一大批人上去 发展自己的势力 柳无邪将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一五一时跟众人说了一遍 听到柳无邪要带他们前往钟三玉 大殿中传来阵阵欢呼声 无邪 难道你没有加入钟三玉天神殿 为何要培养自己的势力 以你的天赋 我相信钟三玉天神殿一定会大力培养你 萧绝这时候站出来 不解地问道 自从柳无邪离开下三玉之后 秒无音讯 他们并不知道柳无邪在钟三玉过得如何 当日考核结束的时候 柳无邪还有南宫尧基 他们的确是被天神殿使者带走 至于加梅加入天神殿 都天话并不清楚 此事说来话长 以后你们自然会知晓 为何这次大战 没见到生长老 返回下三玉的时候 柳无邪神士就查看过钟三玉 寻找老怪头跟黑子的下落 奇怪的是 既没有找到老怪头的下落 也没有找到黑子 黑子倒是很好理解 估计找到回归族群的办法了 已经离开了下三玉 但老怪头怎么回事 他可是钟三玉修士 虽然身中剧毒 导致修为跌落 但不至于跌落到真神境吧 以他的修为 应该可以抵挡住一族大军 生长老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离开天神殿了 至于去了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提及生长老 宗门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几年 可是杂役弟子的噩梦 自从柳无邪加入宗门后 老怪头这才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 第3624章 话单为时 柳无邪听着他们的描述 才得知自己前往钟三玉没多久 生长老就经常离开宗门 直到上个月 再也没有回来 一番商议后 柳无邪回到自己的住处 妻子 父母 岳父岳母 弟子 兄弟 其聚一堂 一年不见 柳星已经长高了一大姐 就坐在父亲的身边 怀里抱着柳可卿 父亲 您找到哥哥了吗 柳星歪着脑袋朝父亲问道 暂时还没有 柳无邪摇了摇头 当年柳轩受到天狱接引 并未来到下三玉 他目前刚从中三玉站稳脚跟 还没腾出手来打探柳轩的下落 天神殿主殿中南宫摇基端坐其中 都天化坐在一旁 经过一番阐述 大殿中所有高层 基本清楚了中三玉发生的事情 殿主 你这次回来 是不是也要带走一批人 并入天道会 火荣朝南宫摇基问道 恩 无邪成长速度极快 我们如果想要发展壮大 不能指望中三玉天神殿了 只能依靠自己 南宫摇基点了点头 随着一族攻入下三玉 恐怕以后下三玉不会那么平静了 不想传承断绝 必须要带一梯强者前往中三玉 当年那些弟子选择加入天神殿跟风神阁 两大宗门 目的就是想要前往中三玉 殿主打算带多少人前往 龙百里这时候开口问道 具体数量 我需要跟无邪商议一下 这段时间 你们草你一个名单给我 南宫摇基还不清楚 柳无邪接下来发展计划 需要跟他好好商议一番 天道会完成了扩建 可以容纳几十万人 但每天需要的资源 极其恐怖 将他们带上去容易 想要立足 并不简单 人越多 意味着每天开销越大 目前天道会没有任何收入渠道 包括他们的修炼资源 都是靠柳无邪一人提供 夜晚 一场盛宴在天神殿拉开序幕 一直到深夜时分 才被几位妻子扶到房间 接下来几天 柳无邪安静地陪着妻子跟孩子 这期间 整个天神殿忙碌起来 其他各大宗门 每天都派代表前来 跟柳无邪商议大计 柳大哥 玲珑书院 还有无心剑派他们都来了 抽掉了一百名精锐 欲要拜入我们天道堂 大殿中 柳无邪听着松林 还有鼓欲他们的汇报 这次各大宗门抽掉出来的一百名精锐 绝对是人中龙凤 其中大部分 已经战死 是柳无邪通过轮回之门将其复活 柳无邪对他们有活命之恩 来之前 全部已到新启示 从此以后 只效忠柳无邪一人 下三遇超一流宗门不在少数 足足送来了好几千人 除了超一流宗门外 那些一流宗门 也挑选几十名优质苗子 送到天神殿 希望柳无邪能带他们一起离开 异族这次入侵 让各大宗门意识到危机 也许某一天 异族还会卷土重来 不想让香火断绝 最好的办法 将族中精英 送到中三遇 暂时收着 我们出到中三遇 正需要精英人才 柳无邪正愁着如何跟那些宗门开口 他们就将人送过来了 山庄目前虽然只能容纳几十万人 但这些人上去之后 可以继续开辟 成为超一流宗门都有可能 一晃五天时间过去 都天化那边 已经草拟出来一份名单 南宫瑶姬带着都天化 亲自过来拜见柳无邪 无邪 名单我们准备好了 你看一下南宫瑶姬将都天化草拟出来的名单拿出来 交到柳无邪手里 就按名单上来 柳无邪初略看了一眼 除了那些年轻一辈佼佼佼者 还有许多老一辈 这些老一辈擅闯管理 出到中三遇 仅凭那些年轻一辈还远远不够 需要大量的管理型人才 这份名单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南宫瑶姬管辖天神殿这么久 甚至想要管理一个好的宗门 仅凭宗主一人 远远不够 敲定名单之后 接下来就商议后续发展问题了 无邪 这么多人上去 每天消耗的资源 极为恐怖 你想好对策了吗 南宫瑶姬秀梅为促 长柳无邪问道 任何一个宗门想要长久不衰 除了每年要招收大量优质的苗子 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 没有产业支撑 宗门无以为继 很难长久发展下去 没有人比南宫瑶姬更懂如何管理一个宗门 柳无邪虽然创造了天道会 但大部分事情 都交与下面的人去做 他只负责开辟即可 我暂时有些眉目了 他们上去后 暂时不宜扩张 先提升实力 等实力提升起来了 再想办法 柳无邪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只是时机还不成熟 一切都要等稳定下来再说 目前而言 他暂时还不缺资源 神经这方面 可以从下三玉带上去一梯 足够他们发展各几年时间 但要这一块 他暂时也不缺 虽然只有几万枚 可以挑选那些中高层 让他们先行成长起来 听到柳无邪这样说 南宫瑶姬一颗星落下来 接下来这段时间 白天柳无邪开谈讲道 下三玉各大宗门强者 几乎都来了 晚上则是指导身边的人修炼 一晃半个月过去 柳无邪讲道的这段时间 下三玉整体实力不断提升 每天都有人突破修为 领悟更高深的天地法则 经过柳无邪这段时间指点 几位妻子的修为 更是土匪猛进 慕容仪 叶灵涵 朱宇 范雅臣若燕 简姓儿 原天为 白灵已经达到真神境程度 父亲 母亲 岳父 岳母 以及韩妃子 古玉 苗剑英 碧宫宇 孙孝 石娃 蓝鱼 小千 胡适 小火 小柔 穆月影 风长老 天行长老 龙长老 穆天梨 华飞羽 范真 诸葛明 丁毅长老等人 修为同样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距离一月之旗 越来越近 各大宗门送来的那些天骄 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天道堂中修炼 修炼事中 柳无邪孤身一人端坐其中 伸手一招 丹王出现在他面前 天道会能否发展壮大 全靠丹王了 意念一动 一道虚影从丹王深处冒出来 不到一个月时间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望着面前的虚影 柳无邪一脸震惊地说道 当日在肺老练丹事的时候 看到的丹铃虚影 不过三岁英童 这才过去多久 面前的丹铃 已经长成了十几岁孩童模样 如果能吸收大量的药材 我还能长得更快 这段时间一直吸收太荒世界中的天地法则 让丹铃对柳无邪越来越亲密 说话语气还是一副诺诺的 你的意思 只要提供你大量的药材 就能快速成长起来 柳无邪眼睛一亮 连忙出言问道 丹 丹铃点了点头 你把这些药材都吸收了 从太古神魔阁中获得的神药 还剩下不少 这些药材因为较为特殊 很难找到辅助药材 无法炼制成丹 留着也是浪费 不如让丹铃给吸收了 之前柳无邪以为 丹铃只能吸收神丹中的能量 没想到还能吸收神药中的药性 足足拿出来几百株药材 其中还有十万年成分的 丹铃的身体一点点变化 很快与神丹融为一体 从空中走了下来 你竟然可以做到 化丹为十的地步 柳无邪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化丹为十 指的丹铃可以让丹药化为实体 丹铃则是灵魂 形成真实的躯体 看起来跟人类一般无异 依旧是十几岁孩童的样子 小脸白净白净的 丹文化为衣衫 让丹铃周身仙气渺渺 你给自己起名字吗 柳无邪朝丹铃问道 既然丹王已经化丹为十 可以起名字了 没有 丹王摇了摇头 以后就叫你小青吧 柳无邪思索了一下 随后开口道 丹王周身散发出淡淡的墨绿色 取名小青 导也合情合理 多谢主人赐名 小青十分高兴 自己终于有名字了 你叫我什么 柳无邪一惊 没想到小青称呼他主人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主人了 小青以后都听主人的 小青也解释不清楚 他的思想还有意识 应该是受到了奴硬的影响 你先去吸收那些药材中的能量 柳无邪点了点头 说完自己坐在一旁 小青钻入那些药材之中 大量的药性 钻入他的体内 柳无邪清晰地看到 小青的身体 正在不断膨胀 几百诸神药 小青吸收了大半天时间 横胀的身体又渐渐收缩 小青的身体 又长高了一大截 刚才看起来 不过十岁模样 现在看起来十三四岁了 如此之快的成长速度 让柳无邪大为惊奇 小青 我现在传你炼丹术 以后你就帮助我炼制神丹 每炼制一炉 你可以从里面取走一枚 用于你吸收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柳无邪脑海之中滋生 他虽然掌握了神丹路 不可能无休止地炼制神丹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小青不同 他本就是丹王 想要快速成长 就需要吸收大量的神丹跟神药 炼丹对小青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提升修为之法 也许有一天 真如费老所说 能成长到丹皇层次 那可是堪比神皇级别存在 那可是堪比神皇级别存在